畅游在仙境般的海底 到处都有海鲜出没 只要你看得上的鱼 此刻在扣动扳机 这条鱼就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 而此时的鲨鱼群就在你的身边游荡 只有吃了豹子版的人才敢在鲨鱼堆里与鲨鱼同游 杰克在家已经有半个月之久没有闻到海鲜的腥味了 今天决定要和一般好鸡友一起出海围 此次可以说准备相当多 太阳刚升起的一个早日 他们就已经在自家仓库整理着装备 每人一套清水套装 再人手一把鱼枪 还有好几根路亚鱼竿 把整理好的战斗装备全部放在豪华游荡上 这可是要大开婚戒的结构啊 迎着出生的太阳 游荡快速划过平静的海 他们早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 此时游荡来到预定的深水海 唐哥马上掏起鱼竿往深海里面靠跃 没过多久 处近的鲨鱼文虫而动来到游荡旁面溺食 饥饿的海洋生物见到鱼饵也马上过来抢食 一条鲰鱼竿外形的不知名鱼类手先上攻 杰克见状还跳下海里对着海鲜一动滑开 发现这种鱼的肉质味道一般 随机上船拿起钳子解脱鱼都将其放生 这一代海鱼什么海洋生物都有 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 此刻都能预见的 唐哥继续使出钓鱼大师才有的技能 突然一条超大的生鱼被拉出水 此鱼跟杰克的体型有利品 拿上传闻过海鲜的味道之后 最终放回海里布布他朝鱼来 看着唐哥那春风得意的样子 杰克也要拿起鱼竿来捣卸鱼竿 此时按照鱼竿的弯曲程度 那可是一条大鱼 结果大鱼却脱了钩掉了 杰克再次往远处抛钩 突然一条疯狂的缩子鱼窜出水面墙时 比海洋馆里的海洋表演跳跃来的还要精彩 已经咬过的缩子鱼被鲨鱼追着盗住 狗鸡跳墙时又跃出水面逃避饲养 最终还是被鲨鱼一口咬住 连着鱼钩一起带着跑 此时成群的鲨鱼闻心而动 只为能够舔上一口新鲜的鱼肉 鱼被抢了 杰克只能调戏鲨鱼安慰自己 鲨鱼太多了钓鱼游戏只好暂时放弃 不怕咬得杰克用可能鲨鱼打起了招 这样的粉红色连鲨鱼也不肯对它们 用手撩完鲨鱼接着用鲨鱼 这作死的节奏还有谁能与它比较 通过无人机可以看到有几次周全是鲨鱼 它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猎杀之地 但杰克他们想要成为王者 纷纷拿起装备跳下海里与鲨鱼一起唱歌 深蓝色的海水显示这里的水深已经超过百年 无数条小黄鱼从身边游过 一人一把骨鱼枪在海里四处寻找的可以捕捉的猎物 这种超越现实的海底美景让人终生难忘 不远处三三两两的鬼头刀鱼毫无畏惧地在附近游戴 而这些就是杰克他们将要捕捉的对象 打过招呼之后 杰克毫不留情地扣小单击 一枪直接命中鱼头 还没跑出多远就直接咽了气 刚把鱼拿到手 此时一群鲨鱼已经在附近开始招动国安 不断地靠近散发出血腥味的地方游来 杰克他们仗着手里有家伙撞的 一点也感受不到害怕 轻松地将一条一米多长的鬼头刀鱼拿上了头 开船离开凶险的鲨鱼之地 一条鬼头刀鱼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胃 唐哥一边开船一边放肚 果然还是老将俱辣 又轻松收获一条黄旗金枪鱼 这条大号振动棒拿在手上真的受过了 唯有将它断了点 唐哥才能保持得住 来到一处美丽海岛的暗门 杰克把金枪鱼摆在了桌子上一阵展示介绍 此时这堂课能教会你如何才能制作出血式美食 这种做法还能把你顺利地吃出下来 鱼腥味已经拟败了满多骨汤 这种震撼场面他们已经见怪不光 而杰克对海鲜的渴望也从来都不会因此而丢失好味 一流的宰鱼刀法 是每一个吃货必备的技能 轻松取出鱼头丢弃 让苍蝇也有吃肉的自由 用锋利的菜刀切开鲜美多汁的吞拿鱼肉 这可是口感最好的一个部位没有之一 还把鱼尾留给了心爱的吃货小狗 在风景优美的海滩上做饭再惬意不过了 加上还有女朋友的陪伴呢 简直就是帝王般的享受 今天由堂哥成厨 杰克成了撒手铜位 堂哥煮起食物来那是油板油眼 鱼肉被油炸的瞬间香香四溢 在杰克女朋友的帮助下 顺利将所有的吞拿鱼肉全部出锅 在面包表面涂上来 再加上一层牛油果和一层鱼肉 做成一个鱼肉汉堡包 那真是一个香 但他们这种暗黑吃法 我们永远都不会吃 只可欣赏不可以堂吃 潜入风景如画的海底 在珊瑚礁石底下徒手抓龙虾 用鱼叉打上一条两斤重的血鱼 当做食物 条西跑到海里的螃蟹 一整天的荒岛生存挑战 就这样的一块足复 土豪杰克再次驾驶着 他的豪华游体 去到远离大陆50公里外的一座无人海岛上 进行荒岛求生 但其实是荒岛驻驾 在他从船上跳到岛上的那一刻起 内心的狂野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手持五爪鱼叉在海边上逃避 堂哥开着豪华游体 他的身边急驰而过 此时的杰克才正式开始他的生存 奔跑中的杰克 他是要跟往海星自由的海域 根据杰克的经验 有海鸟的地方就会有大祸出现 漫天飞舞的白色海鸟点碎着湛蓝的天空 就连见过世面的杰克也深感震撼 有十天时间没有出海玩耍的杰克 内心的狂野瞬间爆发出来 带好装备以飞人的速度奔向蔚蓝的海水 向往海鲜自由的心那是多么的极可能 潜入海鲜自由的海底 一群沙雕与正你一样的目光 看着这名沙雕人类的到来 长满独自的狮子鱼 毫不畏惧杰克的骚扰 海尾随一条独自游荡的鹦鹉鱼想来的东西 面对突然而来的沙雕人类警惕地跑开了 礁石下一条正在睡觉的礁石 嘴巴看起来有点像鱼 还有三只子安倍静静地躺在珊瑚礁石底下 杰克只是轻轻地拿起来放弃 目标不是很多 十天没下海打击的杰克 手痒难卖 跟水底下的海鲜都一一打过招呼之后 正是捕鱼开始 看来丢鱼枪有点神出了 同一群却钓鱼旁边游过 发现一只龙虾藏在礁石底下 庞大的身躯吸引着杰克伸手进去狐狸 经常抓龙虾的双手也伸出了 被龙虾逃过一几 游到一群身于面前 目标太多无疼下手 鲨鱼也跑到了杰克跟前想要分离备攻 一无所获 只是在海底巡游了一圈就爬上岸 看着不大的海岛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狐狸的太阳 杰克继续在岸边轰跑 海王般的身材 永远有用不完的体力 这里的大片海鱼都是它的地盘 岸边上的一堆干柴是海鸥的脑袋 被打搅到的海鸥在杰克的头顶上 监视着它的翼举 为了避免海鸥在自己的头上拉下 再好装备再次跳下了海 下潜倒不是很深的海� 物色着可以喝花不多的大鱼 打不着也试着打上一枪 吓唬一下这里的海鲜 留过一大块珊瑚雕牌 物色着可以喝花不多的大鱼 打不着也试着打上一枪 吓唬一下这里的海鲜 留过一大块珊瑚雕牌 这里是各种鱼类的密室之地 一条有手臂粗的斑点海参 静静地躺在沙堆上 而鲨鱼一直在杰克的身边涌到 一派翔和的走向 杰克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有意境 鱼叉又是天王 背弃的手舞足蹈 一只泥蟹行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这种螃蟹基本上只生活在红树林的掌核里 很少会跑到海底里的铛 杰克很好奇挺会在海底见到它的身影 还在水底下了解鱼螃蟹的战斗 超强攻击力的螃蟹还是敌破人类的魔掌 杰克今天的目标不是螃蟹 而是石斑鱼 幸运的母螃蟹逃过了贝主的路 被放生的螃蟹还得意的在水底下打 喜欢晒太阳的杰克 也受不了太阳的猛烈自抗 躲进了被海水中抓出来的岩石底下藏了体 拍个视频也不容易 帅哥硬生生的被晒成了丑 朋友也不好找 还没抓到想要的鱼 不能光躲着太阳 休息了一会又开始下海 已经是第三次下海的杰克 这次再抓不到鱼上岸就只能吃铜 来到比之前两次都要生的海底 一条长满斑点的血鱼 突然从礁石的洞口筒冲出来 结果直接被五爪鱼叉给萌杀 怀恨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晒足一整天的杰克 迫不及待地要展示自己的收获 十天了 终于可以有机会吃上一摊像样的海鲜 在荒岛上收集甘草还有木材 准备在沙滩上堆起篝火烤鱼 竖起两根树枝用鱼支撑 鱼叉将会窜起雪鱼架在上面跑 发现有海鲜吃的小狗鱼跑过来 这就是杰克养的生活 点起篝火 加入干燥的木材 将洗干净的雪鱼用鱼枪窜起 架在两条木棍的中间 一边烤一边旋转鱼枪 可以让鱼熟得更加的均匀 半个小时不到 一条新鲜香脆的烤鱼正是鱼 这时的唐哥也跑不过来帮忙 生怕杰克一个人把鱼钓到沙滩上 要是真的掉地上大家只能吃鱼 扒开鱼皮 露出雪白的肉质 小狗也在旁边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上一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加精彩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托